大家好,欢迎来到妈妈老师音乐教室 今天呢,我带着Mia,我的老大 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川尔尼599》的第58首应该来怎么弹 在弹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好,那我先弹给你听一遍好吗 Mia,OK 好,Mia,那刚才你听我弹了一遍以后 你感觉这个曲子它比较多的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样的音形比较多 什么样的弹法比较多 硬硬的 你看它谱子上 那音符是不是很多呀 右手 它是非常多的音符 而且速度好像又比较快 是不是啊 所以它是一首训练你的手指快速跑动的这么一个曲子 那么它要求的就是你的手指要非常的独立 弹出来声音要均匀 不能 一定要每个音要一样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不能 不能有这样像瘸子一样 对不对,要平均 另一个呢 它希望训练到你的手指的这种机能啊 要指尖非常的有力 有那种颗粒性的声音 就是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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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声音 不要软绵绵 明白吗 好,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呢 一种我们可以练习高抬指 每一个手指 去练习它快速的下键 明白吗 一个手指抬,其他手指不动 一个手指抬,其他手指不动 能听得见那个大,大,大 这样的声音吗 你试试看好不好 对,慢速啊 慢速的高抬指 高抬指 对,不要保留啊 用力,好的 很好 用力 对 一个手指抬啊 其他手指不动 放松 对,放松 放松 用力 用力 对,指尖 好的 这是第一种练法 第二种练法呢 我们可以变节奏 这样呢 是让你的速度可以提上去的一种好的办法 你试试看 大 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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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要主动 好的 在这首曲子之前呢 我们强调的比较多的是贴键 手指要贴 要放松 是不是啊 那这首曲子里我觉得你的手指可以主动的动一动 可以这样主动的动一下 但是不要抬太高 不要 不用这么自愣八叉的 这样的动作是多余的 浪费的 稍微抬一抬 也就是你要让你的手指主动的去弹 而不是被动的被带过来 明白吗 好,试试看 主动的 对 好的 你觉得五个手指里面哪个手指是最弱的 五指 对 那我们要做到让每个手指均匀的话 五指你肯定需要额外的帮助 所以既要抬手指 又要动手腕 当你弹到五指的时候 你的手腕可以帮帮忙 知道吗 但也不要 不要给它重音了 每个音还是要一样的 好不好 你再试一下 手指和手腕的结合 耳朵去听 每个音的音色是不是一样 很好 好的 注意句尾 要收一下 对了 句尾 每一次 四句话 有三句话的句尾 都是要收一下的 第三句它是直接连下来 没有要收 对不对 好 那么大部分地方右手都是一样的 就一个地方 在第六小节的这 有没有看见 它的谱子上面加了一些横杠 这叫着重音 对不对 然后呢 其他的音又都是 so re so fa so mi so mi so 对不对 它要求的是 你要突出这些不同的音 而把so要弱化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怎么练习呢 把so给摁住 然后摆动你的手腕 这种叫正音的 有点类似于正音的弹法 都是要用到手腕 那你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so保留住 看见没 看到我的手腕的动作吗 好像在拧那个门把手一样 是不是啊 你试试看 好 然后 so不动 so不动 so要保留住 对 好一点 再来一遍 so按住 然后要放干净 迅速 放掉 但也不是跳音 不是跳音 放短 好 现在试试看 把so弹出来 但是so要轻 对 同样 同样 你看我的手 同样 手腕 在这个地方 对 但是不要 没有负点啊 对 是平均的 好的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那么这个右手主要是这两种弹法 好吗 那左手呢 比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都是连奏 对吧 你试试看 左手 对 好的 那么当左右两个手配合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呀 这个音要高一点 小一点 要什么 这个音要比这个音要小一点 不 我说的是左右两只手配合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不知道 左右两只手哪个手更重要啊 右手 右手 所以左手要怎样 轻 对 左手是伴奏 要轻 你试试看 两个手一起 慢一点 左手 左手 左手是几个音 弹一个音啊 右手 好的 轻 轻 好的 要快注意阵音 不要着急 很好 很好 对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两个手的比例 左手可能只占个百分之二十 最多三十 右手要百分之七八十的声音 要让别人能够很清晰的听到 好吗 好 这就是这首曲子大概的所要注意的地方了 那么当然最后弹好的话 速度要比刚才你弹的这边要快一些 这样才能训练到你的手指的跑动 好吧 好 刚才这些呢 就是五九九的第五十八首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希望小朋友们跟着我们的视频一起来 把这首曲子练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所